我叫做吳韋宏 是預計的第二代傳人 我爸爸就在1958年 就創立這一間燒鵝飯店 其實當年都是一個大排檔 就不是賣燒鵝的 是賣燒鴨的 當時鴨身不能夠達標 那我們就轉做鵝 在1970年的時候 屯門到荃灣 其實沒有什麼地方有飯吃 正正我們深井 又有地方吃飯 還有地方拍車 再另一個祭遇 就是無線TVB 會有一些外景在附近拍攝 到後來就有一些編劇 好好心地加插了一些場景 或者一些對白 在電視劇中 令到那時我們就比較出名了 這些燒鵝鵝 只是在廣東清遠的黑中鵝的品種 才可以燒的 因為鵝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一定要在一個環境好 的地方生長 到了牠們大隻的時候 牠們只是吃菊 不吃治療 燒呢 因為我們都是在室外風乾的 如果在冬天的時候 鵝身其實就會比較冷 從一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三個字 但是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從十個字到一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會繼續堅持原本的做法 沒有想到其他特別的市場的事 只是我從來這樣做 我就跟著這樣做 想像好 好